请收看惠律法师弗学讲座 我不认为互相攻击可以解决事情 我只认为个人有个人的姻缘 个人有个人的遭遇 个人做个人的福音国 我们并不需要造口业 你认为他的行为不对 他并不一定认为你的行为是对的 孔子 孔子的儿子 他很早死 那么孔子的这个媳妇改嫁 那么孔子就养育他的孙子 孔子是个圣人 有人就来问孔子 说孔丘孔子 孔夫子你对你媳妇再结婚有什么感想 孔子没有回答 再问 说夫子你对你的媳妇改嫁你有什么看法 他也沉默 再问第三次 他也是这样 圣人就是圣人 就是圣人 他希望改嫁 孔子能讲 对啊 他这样说对啊 那以后 无缘无缘 大家拼命去找人 孔子如果说不可以 不可以改嫁 那小孩子那么小怎么办呢 再来孔子了解 这个男女这个欲啊 你怎么突破呢 欲望怎么突破呢 怎么样除掉这个欲呢 孔子他当然了解人的人性的弱点啊 哪一个众生哪一个有办法突破这个阴阳这个东西啊 他知道他是世间的圣人 孔子不能赞成 是为了怕后代的人 对不对 造成一种错觉 孔子也不能反对啊 他就知道众生有欲啊 你讲完全不可以 那三十几岁就没有先生呢 你说这个世界来讲他是残忍不残忍啊 你这样啊 空所规范啊 他又不是出家人 对不对 我们是空所佛塔 我们是出家人 没有话讲 他是俗家人 你叫他这样子 三十岁就没有丈夫 你叫他要守住到老啊 我看这个真的是 这简直是很难 而且是一种惩罚 而且是一种残忍 对吧 世间人 不是修行人 所以说 孔子 他是圣人 他看事情 他就不是 不会绝对怎么样做 他是对的 对不对 要看情形 要看情形 那不是像我们 我们今天这个 这些众生 看到一个人 怎么样发生 就倒麦克风 某某人怎么样子 唯恐天下不乱啊 唯恐他某些小小的缺点 就怕这天下长生 不能不知道 要公诸一死啊 大作文章啊 口语造得很重 后来人家实在没有这么严重呢 看到报纸 攻击受不了 跳楼自杀 他不呼应国吗 嗯 所以我一生一世最怕的是谁 记者 记者 我很怕记者 为什么怕记者呢 你说他对佛法了解也不多 说他不多 他懂得写几笔 他彻底的了解佛法 没有 东问一下 西问一下 就大作文章 文风就是雨 所以现在的记者 变成没有什么公信力 人家都会怀疑他的报道是实在的吗 还是假的呀 前一阵子我去我姐夫讲 我姐夫是警察 我大姐就跟我讲发生一桩事情 他说有一个主头啊 大家来的主头啊 抓逃啊 这跟人家发生冲突 那么这个警察 听到这个报案呢 就赶快去查办 刚才要厮杀的时候 这个警察跑过去把这个刀子抢起来 然后他已经厮杀了 流血了 警察赶快 躲起来 刚好记者看到 照相为证 明天报纸出来 警察包庇竹头 砍杀 另外的人 弄的这个事情 是上级下来调查 查影院这个事情 要赤子查办 这个警察是知法的 是因为记者的一篇文章 陷入五点 大众看不起他 实在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今天是没有结婚 我要是有儿子有女儿 我会告诉他 什么行业都可以做 你不要去给我干记者 这一篇文章 有时候会闹出人命出来的 是事实 是事实 到目前为止 记者没有什么贡献力的 有时候我看他的报道 到处都会写一个 那什么 问号 真的吗 每篇文章都会怀疑 你说不相信 我说我现在不看报纸 看电视 看电视 TV 我不是说每一个记者都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也有很了不起的记者 欠善 喜人家的善行 实惊不灭 是吧 弘法弧度众生 赞叹 叶勇 我们这样子就很赞叹他的后代 造了无量的应得给他的后代 所以说口诛笔伐 对一个歇佛的人 还是不好 这样会把自己弄得很疲倦 世间没有接对 佛陀也有说过 佛陀说 话多的人 别人要批评他 话很少的人 别人要批评他 沉默不讲话的人 别人还是批评他 天下之人 没有一个不被批评的 包括你们医生 你们医生 护士 包括在座诸位 你没有受过批评的几手 你都做了一百分的 大家都赞叹的 包括我 我也是被批评过 像我讲这个青海的 他的徒弟就写信来骂我了 资历晚报就登报纸的攻击我了 我们也不需要跟他辩论 所以我一直对记者的印象含坏 但是我们也很赞叹 毕竟那是少数 可是少数这一篇文章就会害死人 有时候你这歌星影星 人家没有那样的事情 对不对 稍微 他刚刚离婚 稍微有一个女孩子 就走稍微亲近一点 就两个人是怎么样 出双入对 是怎么样花边新闻 写的难听死了 我们学活的人 一定要记住 把批评别人的心 拿来批评自己 才有改进的一刻 我们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 来批判别人 来攻击别人 我们没有时间检讨自己 这是不对的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 我不讲人家的缺点 不讲人家的缺点 师父你对我什么不同的看法 没有 没有个人照应过 个人负责 这怎么能够讲你对跟错 对跟错是我来批判的 我不是审判长 也不是中古世纪的那个庭长 没有没有资格审判你 你可以审判你自己 你的良心可以审判你对跟错 良心就坐落在你的心中 他二十四个小时在看管你 对跟错你自己去分辨 不是我来审判你的 我没有这个资格 就佛来审判你 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一直讲别人对跟错 没有什么意义的 为什么 他做错 他负因果 你不必负因果 你批评他 你负因果 傻瓜蛋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你做错 你负因果 我为什么要来批判 我批判你我来造口业 那我不是又负因果了 啊 对不对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事件啊 就是都没有绝对 而且我们不要一直批判别人 把批判别人的精神体力 拿来批判自己